韓總到了 要選的是侯友宜 現場喊的卻是韓總統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67週年會慶 侯友宜硬是等到韓國瑜同場 想留下銅框畫面 我們韓市長的老太爺 跟你們兄弟 更是黃復興的大將 兩人握手後 韓國瑜馬上靠向趙少康 在侯寒間留下一道鴻溝 侯市長碰軟釘子不氣餒 趁韓國瑜上台 偷偷把椅子拉回來 但韓國瑜回座後 再度挪向趙少康 就是要跟侯保持距離 至此時只說集中選票 也沒提力挺侯友宜 侯友宜任了上次大選 冷對韓國瑜 但依舊沒道歉 整場光環集中在韓國瑜身上 國民黨還要拜託 韓兵出馬 台北市很多很多 包括我們黃旅主委的拜託 你應該知道在拜託什麼事情 明天啊 兩個字的 跟國瑜有一點點關係的 每一個人 那個小孩子 可以這樣 朋友啊 哇 我覺得你現在長大 一定很有出息 你可以幫我去買一包香菸啊 主席先幫我戴個帽子 還好我禿頭都不怕帽子壓 中中萬華立委人選難產 朱立倫民視韓兵上場 被韓國瑜果斷回絕 上次大選的冷暖不是不報 就將在這回分享 三大新聞黃燕姐 為我們喜歡SF小組 台北報導